站在围栏里唱歌感受如何呢 那个围栏里还挺安全的觉得 那个感觉还不错 只是我这个歌词有点不太背得下来 所以就一直在想歌词的事 要不然我会很投入的 要不然这次我觉得可能会是 表现最好的一次 但是实在是歌词有点 时间有点紧 歌词有点费劲 对于肖定腾队长 在最开始没有认出你的歌声器吗 表演完之后 我发现他们没有听出来 我很失落 尤其是肖定腾队长 这个怎么回事呢 我很失落 听引导声 队长开始有认为是唐汉肖的歌曲 你怎么看 这个引导声就是肖哥帮我做的 所以呢 很尴尬 会不会觉得这一做法有些冒险 不后悔 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也是 他只是帮我做了一个引导声 就是旋律 他帮我弹了一个旋律而已 其他的编曲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也往里加了一些 我觉得很假的乐器 我觉得都不合适 我说那你帮我随便弄一个 我也很信任他 他帮我弄啥就吃啥了 被肖静同队长多次告白 会害凶吗 我觉得他是被王家传染了 因为我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 哎呀 怎么大家都传染成这个样子 还不矜持了 可是我还是听到最后 陈丽队长说 远野兮 那个什么 然后你肯定是要远野兮的对吧 他说那不一定啊 这个我可是听到了啊 所以当时我那一刻 哦 好了 好嘞 懂了 我觉得他也很爱别人呢 如果他只爱我的话 我就可以接受 哈哈 哈哈